这个礼拜是第四次 今天第五次 那后面两次的话是因为过年的关系 所以下一次上课的话 我们又是明年的事情 这跟第一堂课之后又过了一年 又上第二次课 不过我觉得这也有个好处 就是说你们至少可以都花一些时间 把前面的部分再重新听过 所以我们前面有一二三 就是前面几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 第四次 每一次的影片都在这边 所以回去的话请各位 要不就是你把影片再重听过 要不就是你再把练习题重新做过 那确定说你真的是学会了 而且学会的不是说你好像知道 而且还要熟练 其实技能跟专业 真的就是我就比你熟 我做了很多很多次 也就是说甚至是闭着眼睛都会的事情 不然的话你说你会 但是你还要稍微看一下 或者你还要再回想一下 或者是卡一下 那那不叫技能 那职场上要的其实真的就是极占力了 我不是说我有点忘记了 然后我还要再问一下老师 因为老师东西 或者是说东西的话不见了 所以以后的东西请各位也可以备份一下 自己也许把它备份起来 将来的话工作上都用得到 比如说像我们上个礼拜的逻辑函数码 那我也都在这边有做表单部分的话 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把它当成这一个单元的讲义了 因为我的云端白板的好处是说 第一个它本身就是一个活的讲义 那也就是会有一些新的update 可能每次符合不同的上课学员 会有一些新增或者删除或者调整 那所以以后的话你要不就是怎么样 自己再把它下载成sale 下载成docx就是word 或者你pdf也可以 或者甚至你可以自己把它列印出去 这边都ok 那你可以自己在上面再加一些 可能需要的注解 那自己再把笔记更完善一些 上个礼拜的答案都在这里 甚至这些都可以复制贴上的 也就是如果你忘记的话 你把它贴上 它也可以run 不过特别之后你要你要 至少还要会贴 我发现有些同学连贴都贴不对 那就有点麻烦了 ok 记得了 至少你要把整个表单流程都run过 如果实在是哪些地方还是不太说 请你再把影片看一下 反正至少我觉得你只要愿意花时间 应该没有学不会的道理 我尽量就是说把每个单元的动作 都记载的非常的详尽 那里面的话当然包含就影片 包含就是那个云端白板 ok 那所以呢 上礼拜大概重点就是讲到有关表单设计 这个还蛮重要 那也就是说将来如果你要输入一些资料到 表单上面储存起来 也就是把ecell当资料库来用的话 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他的好处是说他可以限制输入的人一定要输入某一些资料 才能够正确的输入上去 而不会乱输入 ok 那当然这边会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那个里面资料的保护问题 因为他可能假如他把他关掉 自己输入怎么办 那你就要把他限制 不让他输入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可以把他保护起来 那后面其实我们有一个地方会跟各位分享一下 你可以动态 假设你要再输入 那你就动态解开他 然后动态再用程式方式填上去 然后再把他保护起来 也就是说只有你可以去动里面资 这样的话好处是 以后的话就不会有那种 人家乱去更改 然后最后不知道是谁改 或者是改错了 他也不知道 他最后的麻烦嘛 所以尽量的话 我们还是用程式的方法 那就避免后面的相关的问题发生 那所以呢 我们后面有讲到什么 怎么新增资料按钮的那个程式部分 程序的撰写 另外的话呢 怎么样是把那个表单里面的资料清楚 并且把游标移动到最上面 另外还有一些防呆的机制 我这边又举了 总共至少会有三种 方法就是他如果没有输入资料 就按确定 不行 第二个的话呢 他如果输入的不是数字 或者是不是零到一百之间的话 那怎么办 那最后还有补充一个 如果按enter 可不可以直接变成新增 不用按按钮 直接enter就好了 ok 那其他的话还有就是说 表单里面怎么去变更字形 变更字形 如果你忘记的话 还有文字怎么字中 这些都很重要 如果工作会的话 那你很多效果都可以做出来 最后有讲到有一个综合练习题 那里面其实也是在复习一下有关那个逻辑部分 一重两重多重 或者end跟偶的部分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接着继续来看那个 第三个单元 所以待会的话 请各位开启文字与资料函数 那文字与资料函数里面的话 第一个 你就切到那个综合练习里面好了 那综合练习里面的话呢 一样 请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 在综合练习里面 我希望呢 能够假设我输入 这个年度的1月1号 然后我希望能够什么 向右向下 自动一整年的年历都自动帮我产生 OK 那如果以前 如果你要做个年历的话 要怎么比较快 当然呢 如果你出发量 当然也可以做出来 不过我是希望 有没有什么方式是最快 最快的 你不是说自己慢慢那边填填填 对不对 最好是什么 你填一个 然后可以输入每个月的第一天 然后再输入底下的日期 向下向右 一次就搞定了 也是最好的 第二个问题是希望呢 这个年历里面 礼拜六礼拜天 给它不同颜色 这怎么做 OK 大概这一题 这重点 那这个里面 还有一个地方很重要 就是1月1号 各位可以看到 当然呢 在e-sale里面 因为这个是美国人设计的 所以它的那个日期记载 一定是所谓的那个 西月年嘛 可是问题呢 如果今天呢 因为在台湾 比较特殊的用法 就是民国年 比如说我希望把它变民国 全世界目前只有台湾 是用民国年 OK 而且呢 版本e-sale 也一定要是什么 繁体中文 而且是台湾的版本 才会有民国年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输入的西元年 变成民国年的话 然后民国年里面呢 还有哪一些需要改变的 第一个 这个斜线 一般输入是中间 年月是间隔 是斜线 但是有的时候 我习惯什么 我要把它改成点 我不要用斜线 OK 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它是各位数字 比较一月到九月 前面帮我自动补一个零 因为我要两位数 第三个的话 后面 请你帮我出现那个 周级的讯息 也就是说 这一天到礼拜几 我要知道一下 那怎么样把这个 变成这个 OK 待会这个部分 我们会做练习 那还有呢 接下来呢 大概知道这个 这个综合练习的需求之后的话 接下来请各位帮我切到那个 第一个 就是工作表 我们先来看一下 前面有一些比较重要的 日期跟时间相关重要函数 第一个是today 那切到today之后的话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把那个 比如说结果好了 结果部分的话 假设我今天 把游标放在c3好了 如果我今天要取得今天日期的话 插入函数里面呢 你可以找到什么 在类别里面有一个日期时间 的类别 OK 应该可以可想的字 里面的话呢 全部都是放那个 日期跟时间相关的函数 那至于有哪一些 我建议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可能就是自己再把上面这一个 他下面的说明稍微 稍微看一下 也许暂时用不到没有关系 至少你要知道 这边有哪一些比较重要的 OK 像Date 我怎么格式化标准日期 Date value 这个地方也是这样 将那个文字形态 转换为 这个标准的这个日期形态 OK 所以如果以后你是文字 要变成日期怎么做 然后Date等等的相关的 那其中的话呢 当然往下 你可以找一下 有个是今天日期 就Today 所以你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当然他没有任何参数 你按确定 他就自动帮我找 找到了是 2019年的1月28日 就今天日期 OK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 你可以怎么办 再插入另外一个 在下方 C4里面 插入一个Now 好了 你会发现 这边有一个Now 按确定 Today 第二个是Now 按确定 一样没有引数 按确定也是一样 那你会想说 那两个都一样 那为什么他放两个 其实 用拆的应该可以拆得出来吧 Today 跟Now 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对时间 所以你可以怎么 把这个格式按右键 出成的格式 你可以先做一件事 就是把他的日期格式 这个按右键出的格式 改成时间 因为他日期的话 没有时间 那你就点选 那个时间的部分 那找一个好了 年月日跟10分 有那个年月日跟 按确定好了 那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就会有差异了 哪边有差异呢 就是在那个 Today的话呢 它是一定 一律都是凌晨的12点 它不会去取得 这台电脑的任何的时间 但是Now的话呢 就不一样 他除了年月日之外 他会取得这台电脑 目前是几点几分 还其实几秒也有啦 只是我们格式里面 没让他秀出来 而且AMPM也会出现 OK 大概是这样啦 这对跟Now 所以第一个 我们大概知道一下 这对跟Now的差异 那第二个的话呢 如果我希望知道什么 知道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希望呢 把刚刚综合练习里面的这个格式 我把它稍微放大一点 这个格式的话就是 请你把这边的格式 帮我变成这边的样子 这两个 那怎么做 按右键出这个格式 一样嘛 那请你把它改一下 我们刚刚就把它改成 那可是你要改 当然我们把它改为日期好了 那日期里面呢 当然你会发现 这边有一个地区 底下有一个 就是中文台湾 不过这边注意 如果你的版本是英文版 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你也不用设定 因为也设定不出来 OK 所以之前有同学说 为什么你上课可以 回去是不行 原来你的电脑是英文版 当然不行 所以这里的话呢 只有中文台湾 里面有中华民国力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把它改成 刚刚那样的格式 该怎么做 OK 第一个其实 如果你找一下 里面有没有接近的 这个好像有点接近 但是这个分隔 这个是年跟月跟日 如果可以把这个改成点的话 其实就可以 或者这一个 可以把斜线改成点 但是问题 这两个都不一样 那怎么办 其实以后 交过一个方法 以后如果格式不一样了 你可以再去修改它 那怎么修改 特别是要 请你找到一个叫制定的 关键就是制定 也就是说第一个 你先找一个接近的 第二个的话 你再点选制定 点完制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了 在底下这边有个类型 有没有 这个类型实际上就是 刚刚的那个 这个的 里面 它的公司是长这样子 外面长这样 里面的话是长这样 那其实 它里面你可以分析 前面 这个应该就是指的是 民国年的一些相关的叙述 这个不要动 那如果说我要把它改成 一 斜线改成点的话 怎么做呢 很简单 把斜线删掉 改成点就好了 那这边把斜线删掉 改成点 OK 第一个问题解决 第二个问题的话 如果要什么 就是各位数字 是补零的话 请记得 这边有M一个 D一个 其实如果你要两位数字的话 很简单 这个固定的用法 其实下面好像有类似的 什么MM的 其实就是这样 你就打一个M就可以 M有两位数 所以你就MM 那D的话就DD 那MMDD意思是说 如果它不足两位 是用补零的意思 OK 所以第二个问题解决了 那第三个问题是什么 我希望这个民国年的 日期后面加周级 那刮壶周级的话怎么放 请你在 DD的后面加个小刮壶 移到中间之后的话 那我怎么知道周级 其实很简单 你就输入 三个A 小A哦 A A A 特别注意哦 如果我在这边 输入什么了 三个A 周级就出来了 有没有 这样子 那如果说你 假设吧 如果你要把它变 星期几 不是周级 是星期几的话 请你再多一个A 它变星期几了 那不过可能同学会说 老师那你怎么知道 是三个还是四个 那这怎么变出来 我先按确定好了 那至于呢 我怎么知道 它怎么变出来 只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按右键 一样出这个格式 那我平常呢 也会特别观察一下 我的日期里面的 这个系列里面有什么 星期几 有周级 那 其实那个公式 其实是可以把 很多个互相凑在一起 所以第一个 我只要知道说 这个周级里面是放什么 我用按制定就可以了 所以你可以看制定 制定里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 前面的中瓜 我不管它 分号以后的也不管它 反正中间的东西 有没有 三个A 所以你把这三个A 放在那个里面 两个公式 凑在一起就OK了 另外的话 你如果要 星期几的话 有没有 制定一下 有没有发现 四个A了 所以以后的话 如果你要把好几个格式 凑在一起 你就是先看 记得之后 把它们互相搭配 就OK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先试一下 先 我这边不用改 我把它变心 所以一请各位 先稍微看一下 那个日期时间函数 我们要把这个格式做出来 第二个这边 today 这边 no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先试一下